大家好,今天是9月4日,星期三 市今天都是跌的 亦都影響到升的板塊只有四個這麼多 今天市跌是完全不奇的 部份當然是自己本身飛股市場的東西 或者是香港市場的東西 當然也有部份受到美股昨晚大跌所影響 這是不奇的 在美股的大跌背後是有三件事 大家值得留意的 第一,很多人認為息跌 現在說美國不幫助它會減息 股票就會升 這件事是現在不太對的 原因是因為之前美股的上升 是因為有不斷資金的流入 如果當美息下跌的話 美元匯價就會下跌 使得很多做carry trade的人 使得投資在美國的人 他們就會有了匯價上的損失 他們就一定會撤資 這個設資有多少呢? 眾說紛紛 有些說到一兆 只是回到中國的有一兆 回到日本的呢?不止 如果美股一直下來的話 這個設資的始終量一定會有 多少是零計的 第二就是我們這次找得到 美國如果要減息的話 不是因為通脹受到控制 絕對不是因為這樣 因為美國的通脹接下來 都是真的會回到來的 因為你又要搞關稅 關稅高了之後 一定是由美國人民負擔 不是中國的廠家負擔 因為中國的埋貨方式 就是FOB 即是它去到船邊交收 至於你入口到美國的關稅和運費 就是美國的廠家負的 美國政府知不知這些? 是知道的 不過它又怎樣做呢? 它現在沒有收入 所以透過關稅收回一些 其實就等於把美國的CPI通貨膨脹推高了 所以博威爾經常都減不到息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美國通脹是有一個潛在不可下跌的危機 現在美國通脹好像跌了 為什麼? 因為通脹是這樣的 你是把今時和去年對比的 這是去年、這是今時 現在我們看到今時的始終 突然加關稅升了很多 通脹就升了 通脹就升了 通脹是要有年比的 一年之後 你這個物價是在這裡 那這裡又回升了 那你如果再升的話 不是很多 那你就看得到通脹好像跌了 其實這個在統計上是謬誤 看不清的人就會是看不到 那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究竟漢堡包在去年和今年 價錢有沒有下跌? 沒有下跌 那你怎能說通脹又下跌? 只不過去年增加了10元 今年增加了1元 因此通脹沒有那麼強烈 不過你今年給的通脹是11元 去年是給10元 所以這個是需要6月 第三件事就是 我也有篇文章寫過 有些數據的統計就是 鮑威爾在Jackson Hole 講了話之後的三個月 美股平均是跌7.5%的 鮑威爾是講了六次話 在他任來講了六次 在Jackson Hole講了六次 那裡面來說很簡單 有五次是跌了7.5% 這是平均拉雲下 有些多點有些少點 平均7.5% 只有一次是上升 昨天 很多美國的指數都跌了差不多3% 即是說這個是鮑威爾 起Jackson Hole之後 就會使到美股跌的這個現象 當然尤其是原因 遲之會先再解釋 遺文解釋 你可以看到 已經是一半達成了他的預期 因為跌7.5% 昨天很多的跌了3.5% NASA更加跌了4.5% 所以大家需要透露這個 今次減息 不是一定會使股升的 你可以使股跌 因為美國的金融危機出事 情況就好像2008年 美國不肯說雷曼兄弟爆破的 他只是說一個中性的東西 跟美國好像沒有關係的 就是一個調整 就是這樣 因什麼調整呢? 就好像你現在這樣說 日本仔的侵華戰爭 他不說是侵華戰爭 他說大東亞動亂 那這個是 是不是在文字上做遊戲呢? 好了 講完這麼多 今天廢話多了少少 不過希望大家看到 今次是告訴大家 今次的減息 不是會有利於股市 好了 今天升了三個板派 看看板派有多少升 以後要快點說 上漲行業 還有一般抗食堂金融 等等 一升到這些 這就是不動 接下來看看 這是一般的金融和抗食 噢 這麼多 天齊利業,升跌什麼等等 留意 其他金融有很多 很小的 你看到 這裡 裝備的東西 更加有小的 服裝和配飾 就是很小的 還有軟件服務 軟件服務也是很小的 是否也不夠 一元雞 然後是交通截書 一直都說 如果交通截書 很好的話 中國經濟的底子 還是上可 因為 牽涉到製造業 運輸 還是OK 講完之後 看看 這麼多版派 一片六 其次 其次 我們看看 其次 其次 說 預期會試保力加通道 是 我會做的 是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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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做的 是